村口,迎亲队伍吹罗打鼓,老秦跟着乔热闹,心里却不识滋味。 回家之后,他提着一块猪肉,拉着大儿子春生求到表姨妈家。 媳妇尚未进门,就已花去两千多,这次又加上一块上海女表,这样下去,就算是个金菩萨,也会被刮光。 老秦一筹莫展,表姨妈却记上心来,你家不是也有个女儿,把黎妹嫁出去,要来的嫁妆就可以让春生娶媳妇。 两全其美呀,一番话说得老秦心看,然而黎妹早已喜欢上葱里的小伙李尚游,两人情投意合,时常凑在一块说话。 眼看到了出嫁的年纪,李尚游便和母亲商量,早日上问提亲,没曾想,老秦一口回绝,李夫早逝,李母体弱多病,夫家笛子薄,女儿嫁过去,可能要受苦。 李母受了打击,颤颤巍巍离离开,当晚就病了,风言风语传开,什么难听话都有。 李妹心里难受,一时间也没了主意,只对着茶叶出气。 秋菊嫂过来安慰,鼓励去找上游商量,可上游也不好受,憋着气不肯搭理人,你们家门槛高,我攀不上。 你是嫌我爹要彩礼? 你爹要拿你去变钱,你也不说。 可,那也不是我爹心的规矩。 谁也没想到彩礼成了蓝路虎,李妹主动服软和上游商量,请父亲宽限三个月。 只是,求情不能应来,他便让弟弟秋宝帮忙试探。 起初,老秦态度坚决,成家立业关系终生,李家底子薄,不能大意。 弟弟不肯放弃,干活的时候念叨,吃饭的时候也念叨。 老秦看着忙碌的女儿,想起她平日里的孝顺贴心,忍不住心软,答应了她的请求。 上游欣喜若狂,从那之后拼命赚钱,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,晚上挑灯,编织竹灭。 李妹也形影不离,每晚吸灯以后,偷偷从后门溜到上游家帮忙干活。 李母越瞧越满意,打心眼里,认定了这个好儿媳。 月上柳烧头,上游又累又困,头一歪便睡过去。 李妹凑过去,看见她的双手满是伤痕,止不住的心疼。 三个月后,上游终于凑过一车,逐灭制品,带上家里的鸡蛋,和李妹一同进城。 先去供销社卖钱,再去商场选聘礼。 除了常规的烟酒喜糖之外,上游看中了一条丝巾,毫不犹豫买下,送给李妹。 回家路上,两人一路高歌,说定第二天,上门提金。 天又不测风云,人又旦夕祸福,就在这节骨眼上,李母犯病了,吐血倒地不起。 李妹在家久等不到,听说出事,再也坐不住。 李家院里围满了人,小伙子们拿来轿子,要从李母去看病。 可这人神志不清,还惦记着儿子的婚事,害怕看了病,就娶不回儿媳,拉着杆子不肯松开。 人们议论纷纷,李妹这才意识到,不知不觉间,她家要求的聘礼,成了上游家的负担。 李妹表明了决定,恳请李母治病,四里五社,感动不已。 偏偏惹得老秦不满,回家后,指着她的鼻子骂。 人有脸,树有皮,现在全村人都在嚼舌头,你知道吗,口水能淹死人呢。 奈何,她苦口婆心地劝说,李妹都铁了心,非上游,不嫁。 老秦怒不可遏,不再容忍,请来表姨妈帮忙说亲。 看中了城里工作的王金贵,无父无母,存款破风,女儿嫁过去就能当家。 两天后,王金贵从城里赶来,提着公文包,脚踩自行车,的确是个有钱的。 表姨妈见了欢喜,拉着她往老秦家走,村里小孩也跟着瞧热闹。 老秦在屋里团团转,终于忍不住,通知女儿换衣相亲。 李妹慌了神,她怎么也想不到,父亲会先斩后奏。 不一会儿,王金贵到了,送上背好的聘礼,言语之间满是交集,像是害怕媳妇没了。 表姨妈怕她说错话,一个句地使眼色,把人拉进李妹房里。 没曾想,屋里不见人影,李妹跑了。 公社妇联,陶主任听说此事,鼓励李妹追求幸福,人又不是牲口,怎么能卖钱呢? 李妹这才放心,提着礼物,去医院看望李母和上游。 她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,可没想到回家后等来了噩耗,春生和沈家的婚事泡汤了。 原来,她离开公社以后,陶主任去了沈家,批评借嫁女懒财的作风。 沈母心生怨对,退了彩礼,同时也拒绝了这门亲事。 老秦又气又恼,把一切都归罪于李妹身上。 弟弟看不过去,帮忙说话。 不料惹得春生木满,兄弟俩大打出手,表姨妈还在其中挑拨了一件。 好好的一个家,如今闹得要分家。 李妹过意不去,只得再把彩礼送去沈家。 未来嫂子没见着,反被沈母一顿奚落。 心烦意乱之时,表姨妈把她拉去自己家。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,不能丢下父亲,哥哥不管。 彩礼留下,这事我帮你做主。 话虽说得好听,可实际上,她早和老秦定下了王金贵。 李母出院以后,上游再次上门提亲。 李妹却大病一场,惨白着一张脸,将父亲的决定告诉心上人。 上游受了打击,不愿再和李妹交谈。 情投意合的两人只能忍痛分手。 回家之后,李妹放心不下,委托弟弟去上游家探望。 可她的选择没有得到弟弟的谅解,也不愿帮她跑腿。 无奈,她只能趁天黑偷偷送去。 上游同样魂不守舍,害怕母亲担心,什么也不肯说。 李妹在窗外偷听,泪如雨下,放下东西就走。 半夜,李妹还未回家,老秦在担心中迷迷糊糊地睡去。 天亮以后,她突然惊醒,环顾四周,饭没做,衣服没洗,女儿还未回来。 今天明明是儿子的喜事,帮忙杀猪的人都到了,她也心不在焉。 春生同样着急,跑出去找人,不料半路被生产队长拖走。 此时李母找来,手里还拿着一条丝巾,那是上游和李妹的定情物。 老秦听了,哀嚎一声,认定出了人命,她不断喊着女儿的名字,悔恨不已。 上游坐不住,找遍了村子也没见人影,失昏落魄地回来。 悲伤之时,陶主任来了,老秦扑上去自我检讨,表姨妈也成了众人讨伐对象。 众人愁眉苦脸,陶主任却乐不可知,暗示上游去村口接人。 村口,一群年轻人挑着聘礼走来,带头的正是春生和她对象,李妹也在其中。 原来她彻夜不归,是找未来嫂子说情去了,撮合了新人,又有陶主任主持公道,难题迎刃而解。 上游穿过人群,来到新上人跟前,纵还赐金,李妹喜极而泣。 这一回才算是真正的圆满了。 影片上映于1982年,讲述老父亲操心儿子婚事,硬逼嫁女娶妻的故事。 影片中的《万母竹海》取景于桃园县沙平镇竹山村。 女主李妹扮演者黄爱玲,曾在新乡柴油机场整整折服八年。 直到1981年,河南电视台筹拍电视剧《索纳情话》时, 剧组力要她出演女主角宋雪梅,凭借自己的努力,获得观众认可,走上演员之路。 1982年,黄爱玲拍完本片《竹山青青》后,如愿掉入肖乡电影制片场。 在八十年代,先后出演《妈妈,你在哪儿》、《通天塔》、《合成人》等十余部影片, 凭借实力成为该场的当家花旦。 影片里,王金贵提亲时说了一句, 如今是前面子比脸面子大,放到现实中来说,同样如此。 电影早在几十年前就揭露了这些问题,可这么多年过去,问题依旧存在,甚至愈演愈烈。 因为财林闹翻的不在少数,婚姻和爱情本该是纯粹美好的存在,不该和利益掺杂在一起。 比起面子比拼,更重要的是冲破民俗的枷锁。